第二章,耶稣降生,博士來拜。 當希律王的時侯,耶稣生在猶太的百利行, 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, 說,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?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聲,突來拜他。 希律王聽見了,就心裡不安。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 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民事, 問他們說,基督當生在何處? 他們回答說,在猶太的百利行, 因為有先知記著說。 猶大地的百利行呀,你在猶大諸城中, 並不是最小的。 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, 要從你那裡出來, 牧養我以色列文。 當下希律暗暗的照了博士來, 世問那聲是什麽時候出現的。 就差他們往百利行去。 說,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。 尋到了,就來報信, 我也好去拜他。 他們聽見王的話,就去了。 在東方所看見的那聲, 忽然在他們前頭行,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, 就在上頭停住了。 他們看見那聲, 就大大的歡喜, 盡了房子, 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。 就腐腐拜那小孩子。 揭開寶盒, 拿黃金與香, 抹躍為禮物, 獻給他。 他。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, 不要回去見希律, 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。 逃到埃及。 他們去後, 有主的使者向約室夢中顯現。 說, 起來,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, 逃往埃及, 住在那裡。 等我吩咐你, 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, 要除滅他。 約室就起來。 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。 住在那裡, 直到希律死了。 這是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。 說,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。 屠殺男孩。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, 就大大發怒。 警察將伯利行成女, 並示警所有的男孩。 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, 凡兩歲以女的, 都殺盡了。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。 說, 在拉馬聽見浩濤大哭的聲音。 是拉傑哭他兒女, 不肯受安慰。 因為他們都不在了。 回國到拿薩拉。 希律死了以後, 有主的使者, 在埃及向藥室夢中顯現說。 起來,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。 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。 約失就起來, 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。 只因聽見阿基魯接著他父親希律, 作了猶太王, 就怕往那裡去。 又在夢中被主指示, 便往加利利境外去了。 到了一座城, 名叫拿薩勒, 就住在那裡。 這事要應驗先知所說, 他將稱為拿薩勒人的話了。 在那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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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歸。 當作詞的《桜人達》 有錶子。 我可以偶像做了一座城, 是不是有驚人的驚人的仙境。